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植物妈妈有办法 孩子如果已经长大 就得告别妈妈四海为家 牛马有脚 鸟有翅膀 植物旅行又用什么办法 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 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 只要有风轻轻吹过 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 苍尔妈妈有个好办法 她给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 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 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洼 豌豆妈妈更有办法 她让豆莢晒在太阳底下 啪的一声豆莢炸开 孩子们就蹦着跳着离开妈妈 植物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 不信你就仔细观察 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知识 粗心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 我们就在这边 来 我们就在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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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